今天我们讲一讲躁狂抑郁症 现在为了避免冒犯某些人 现在的名字有些人叫伤相精神障碍 怎样说法都无所谓 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就行了 人和动物不同 有一种对周围环境对自己一种认知 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理想或者有些狂想 很多对于人类很有福祉的事情 都是因为有些人的梦想狂想不计代价去实现出来 才能做到的 比如科技进步、电脑、发明等 当然理想主义也有它的缺点 有宗教的理想主义当然在历史上死不少人 没有宗教的理想主义死人更多 同一时间我们活在这个完美的世界上 很多事情就不是我们有梦想有狂想就真的会做到 只是不如以事十常八九 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很多挫折 有挫折的时候当然会有灰心、失望、 針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你痛过就知道下次做事的时候可能就要谨慎些 现实一些将来成功的机会增加了 所以正常人情绪上有高涨的时候 也有很多低落的时候 如果上落的幅度、波幅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正常范围的意思是 它影响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会影响我们上班、工作、上学、上学 就为止可以接受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人非草木、粗狂抑鬱症 或者这些叫伤上精神障碍的病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简单说可以说 这些正常的人的情绪有高涨有低落 幅度就超乎正常的范围 高涨的时候就高得很厉害 低落的时候就变得抑鬱症 如果你接触过这些病人 我都叫做接触过 不是很多 但我接触过病人 如果病发的时候 在躁狂的阶段 躁狂的阶段 是那个尾的面子 那个阶段 人们就会非常高涨 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己有超能力 有些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东西 可以达成这个什么什么的梦想 可以拯救全人类 我接触过一些人 平时是很文静的 不是怎么出声的 但有一天看到他 就会不断地抓住你 不断地说话 不停的 真是不断 即是literally 真正是不停的 是不能够停的 直接是几间窗 不断地抓住他 天蓝地北 跳来跳去 一会想这样 一会跳去那样 很烦的 你怎样去提醒他 我听够了 我想走了 他都不会知道 总之不断地说 如果说行为上 有些人都会做得很离经半道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 如果很保守的 突然间会变得很濫交 如果有些人本身都很省家 突然间就可能会 我买一间三千万个豪宅 我去买几架快利 就是会做一些非常之不负责任 很厉害的事情 不计后果 刚刚鑽石山 即是刺死人 那件事发生了不久 这边英国有两个大学生 又是被人到处刺死了 大家都担心 究竟这些bibola 这个躁狂抑郁症 会不会有暴力傾向会杀人呢 应该说在迫力时 即是他躁狂的时候 有些人是有暴力傾向 当然未必一下就打人 有可能是口出狂言 挑衅那些事情 但是杀人 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大家要记得 如果精神病 大部分都不会引起杀人 这些事情 小部分真的会引起 通常都跟精神官能症 或者精神分裂症 就比较的关系强烈些 bibola 就是躁狂抑郁症 其实就不是很大关系 有时那下魅力的时候 那种躁狂抑郁症 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能我想一个打十个 有时会做出来之类 这就是这个病的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些病人大部分时间 在这个病的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抑郁那一刻 一个bibola的人 就是躁狂的时候 可能继三分一 三分二的时间 多数都是抑郁的 抑郁大家都知道 病症可能是平时有兴趣 没有兴趣 收起自己 不想见人 觉得所有事情都很绝望 没有意义 有时有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 有些自杀的倾向 所以其实躁狂的人 最大风险是对自己 因为他们的自杀的机会率 比平常人大了一段 究竟什么原因引起这些病呢 如果你有一个短答案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其实就是不知道 其实很多病 我们都不知道原因 如果你说可能有什么原因 比如有些人有家族性 家人有这些精神病 有的机会又大了很多 有些人可能是有些 比如小时候的Drama 有些创伤 有些人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 有些人估计原理 都是在脑里面 有些化学物质 有些不平衡 所以引起 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结论 要说一下怎么医 经常都听到有人留言 就说这种病 有没有天然方法不吃药 医治好它 或者问我可以吃什么维他命 什么健康产品 对这种病有没有用 其实很多病都不会有天然方法 或者吃什么健康产品 这个Bipolar也没有例外 Bipolar尤其是 我必须要强调 Bipolar其实 差不多多数都要长期吃药才行 不吃药就差不多 就极之难控制 而且如果他真的在 躁狂发的时候 他会做很多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多数都要入医院治疗 让他稳定回来才行 种种精神病 医法骨干其实都是那几种 就是心理治疗 就是说talk therapy 就是聊聊天 让你对病有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了解 如何日常生活里面 尽量减少一些压力 减少一些刺激 令自己好过一些 减少病患的机会 接着吃药各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Bipolar 这部分心理治疗 就是talk therapy 那个角色就少很多 主要都要靠吃药 说他发你上来的那些 就是躁狂的时候 差不多 你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说 那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上帝 他可以做些能人所不能的事情 你跟他说是没用的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主要是靠吃药 最经典的药就是Lithium Lithium 这种药主要会令到Bipolar的人 情绪稳定下来 主要最有效的就是控制 那个躁狂的阶段 控制抑郁也有利用的 主要是控制躁狂 除了Lithium之后 又转到抑郁的情况 那就会需要吃一些抑郁药 其他药物比较新一些 就是这些 比如说有些 用来控制一些 精神功能症 或者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甚至乎有些时候 都会用一些 控制抽筋的药 来控制它 是有些效果的 那具体用哪些药 就真的要看精神科医生的意见 这样才可以 这种病 没有完全是医好断尾的方法 通常都是控制住 通常都可以 就比较 让那个情绪稳定一些 尽量减少病发的频率 的程度 令到那个人可以正常生活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先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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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